大家好,今天教大家一些适合用粉球进攻的线 比如咱们碰到这样的局面 打进这个红球之后,咱们可以选择叫黑球或者是粉球 但是剩下的这些红球分布,只有这个红球有左边的底带 咱们需要把白球控制在这个范围 所以这个时候如果选择用黑球来叫的话,很难控制那么精确 这个时候最好的选择就是叫粉球的中带 让白球停在这个位置 打进粉球中带之后,白球可以控制在这个范围 还有像这个局面也是,打进红球之后,让白球停在这个位置 叫红球的中带,白球留出一点向上的角度 打进之后,白球能够停在这个位置,来叫这个红球的底带 像这样的局面,打进这个红球之后,剩下的这些红球分布只有这个红球有右边的底带 必须让白球停在这个范围 所以这个时候最好的选择也是打进红球,叫到粉球的右边底带 让白球停在这个位置,留出一点向右的角度 还有就是像这种局面,有一个红球在户边 这个时候,咱们要想办法把它踢出来 像这个时候,最好的选择也是打进红球之后,让白球停在这个位置 留出一点粉球向右的角度,白球来踢这个红球 最后给大家介绍一些用粉球来练习的球形 第一种是这个十字,大家可以按照由里到外,顺时针或者是逆时针的顺序 围绕粉球来将这些红球打完 还有一种球形是蛇踩,按顺序从上往下将红球打进两边底带 粉球来打两边的中带 这样围绕粉球将这五个球打完 大家如果有台球方面的问题可以关注新锐台球,我会在线上为大家解答 大家可以关注新锐台球,我们才会考虑的 fazer点击手,按照这样,不要打完 大家可以关注新锐台球观看 我们都会有个视频的风景 我们都会在你一旦都不会有其他情况 我们也要去做点击手的问题 我们有点棒的东西 有点棒的东西 我们有点棒的视频 我们就有点棒的调控球 有点棒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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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